涉嫌制作假影片的主嫌曾姓男子 和两名女友正要上车 埋伏了警方一勇而上 将他戴上手铐逮捕 曾姓男子还装傻 质疑警方逮捕过程是否合法 警方调查 曾姓男子另外有伤害案件被通弃 今年5月 他趁白沙屯拱天公妈组 前往北港进乡期间 指使曾姓男子和杨姓女子 冒用庙方的账号图案 盗用直播画面 另外制作影片说粉红超跑是人为控制 马祖神教粉红小超跑 在马祖落尽过程中 神教行驶在路上 神教会自由控制方向 其实这都是教夫自己自打自由 言论自由没有错 为神太厉害了 破坏你们的名声 我们肯定是不会和解的 所以你觉得很恶劣 庙方弃了提告妨害名誉 警方陆续逮捕陈姓男子和杨姓女子 并询线逮捕祖贤曾姓男子 调查发现他冒用拱天公账号 制作影片炒话题 在趁机贩售 未授权的周边商品 报案只称有心人士散播不实影片 诋毁马祖初询的传统文化 以及管理文会的名誉 警方不排除曾姓祖贤 企图找寻下一间公庙犯案 趁他和女友到庙里参拜时 把他逮捕归案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